造成的 All part two正正在我们中竞国债的第一个坦中华的项目 我们在2021年的11月就发表了国债第一份工程项目的施工期的坦中华送读书 刺激在此阶段我们就involve了不同的diffpane的专家一起 在此的阶段的时候尽量减少了我们施工的消耗其中的 nitrogen efficiency 这边我们讲一下Beam 7D的应用 关于CSC的carbon assessment tool 我们在次的阶段都知道有多少碳排放 预计有多少碳排放 通过我们用不同的施工方式的改善 就可以令到我们减少碳排放 GGBS的concrete 通过减少了围影图里面的水泥各个content 接着replace GGBS 就可以减少了碳排放 第二个方面就是低碳钢筋 100%的recycle碳巴 sauce方面减少了碳排放 传统的钢筋其实是高链链化的 这个是用它的发射能源 其实是非常高的碳排放 这个rebar是用电路链做的 两种方式都是减少了非常高的碳排放 第三个方面我们叫CCUS technology carbon capture and neutralization and storage 其实是我们的磚 pre-class的磚 这个磚在生产制作的过程中 割除了碳排放 令到这个磚是有些负坛效益的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见到 一个cubic meter的磚可以减少了 61K的烟氧化碳 等于是一颗雪山链铛的割除量 这边就是Sysmark的自备工地 我们是一个管理电体 我们是中建自己研发 包括远远管理 安全方面的管理 无资方面的管理 和施工期的能源消耗方面的管理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磚维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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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 许戴地盆所有専用人物都在 知道他们学会用过杆, 水分和电 和消耗多少碳排放 所有的iver control 都只算知道 以CIC来说 除了推动科技 環保都是我們心中的 今天我們看完這個項目 真的發現George 你們整個團隊是值得驕傲的 你們是有軟件 有 strategy 以及有 execution 的方法 令到這麼好的 old part 2 作為一個香港的驕傲 真真正正在建築期內 達到 carbon neutrality 這個是大家值得驕傲 多謝你們 多謝主席今天來參觀 以及給了一些很好的 idea 也鼓勵我們 我們會繼續積極做好 為香港社會做出更好的貢獻